无需酵母,也能轻松制作美味包子 跟随我们的简单步骤 让你享受到蓬松柔软的口感 材料 两杯面粉 1.茶匙泡打粉 1.茶匙盐 3-4杯温水 适量配料 如猪肉馅、韭菜馅等 制作步骤 1.将面粉、泡打粉和盐混合在一个大碗中 2.慢慢加入温水 用筷子搅拌成均匀的面团 3.将面团放在台面上 用手揉搓5-10分钟 直到面团变得光滑弹性 4.将揉好的面团放回碗中 用湿布或保鲜膜覆盖 放置10-15分钟 让面团松弛 5.取出面团 将其分成小块 擀成薄圆形 6.在每个薄圆形面皮上 放入适量配料 然后将边缘向内对折 捏紧封口 7.将包好的包子放入蒸锅里 盖上锅盖 用高火蒸8-10分钟 8.关火后稍微待凉一下 即可享用美味的不用发面的包子 贴心提示 如果希望包子更加蓬松口感 可以在步骤4中放置20-30分钟 可以根据个人口味 在配料中加入葱 姜 蒜等调味料 蒸包子时 记得要蒸至少8分钟以上 确保包子熟透 快来尝试不用发面的包子吧 享受自制美食的乐趣 让家人和朋友一起分享这份美味